针对媒体报道 有236人退休转任薪职后 占要领双薪和18%优惠利率 而且多是由国防部转任到各单位 行政院长吴敦毅表示 一旦违法将在一个月内除掉这些肥猫 怕影响社会观感 全续部已将公务人员退休法修正案 转教立法院希望能根本解决肥猫双薪问题 巴马台风重创宜兰 东山乡将近八成名宅和农田淹水 今年积水已逐渐退去 军方也派出200多名兵力 协助居民心理家园 居民认为东山河淤泥未清而倒失淹水 希望政府能协助盖抽水站 而苏华公路摊坊进入第四天 目前部分单线车道已经可以空行 公路单位仍在全力抢通中 美国智兰NBA的季前热身赛 首次在台北开打 丹佛金块队跟印第安娜六马队球员 昨天晚上已经抵达台湾 明天将在小巨蛋比赛的一万张门票 开卖一分钟就销售一空 耗资800万美元打造的NBA台北赛 将让球迷亲眼目睹安东尼 比拉普斯及格兰格的金牌球技 澳洲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到3.25 并承诺将陆续升息 台湾银行为了吸引存负回流 也调升固定存款利率到0.18 澳洲升息对近期上扬的各国股市 房产 油价 金价将产生哪些效应 降息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升息是否有利更多外商回台股资和上市 经济复苏到来时机 众人引紧期盼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席林丹心聪 我们今天又三合作会来 讨论经济趋势 其实大家都说 现在整个经济是整个复苏 大概是确定已经到谷底 要慢慢攀升 可是攀升的速度究竟有多快 澳洲决定率先在全世界中间 率先所谓的升息印 他的说法是说因为澳洲这个复苏的趋势 是绝对绝对已经确定下来 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澳洲 澳洲决定升息印 可是这个升息动作让大家想说 会不会全世界的国家都会跟着跟进 包括亚洲的国家以及台湾在内 英国 美国会不会跟着升息 大家都很清楚所谓的低利率 也就是宽松货币的政策 让整个金融海啸的这个结果可以快速的渡过这个谷底 可是会不会说我们还没真正复苏 然后一开始就采取所谓的这个利率攀升的这个政策 会不会交袭的经济复苏的这个火苗 或者是真的好日子已经来了 就像台湾在这样子一个台风过去之后雨过天晴 今天再好好来分析一下 包括台湾以及全世界的经济前景 我们先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台大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 黄达叶黄主任 主持人好 我们再欢迎世新大学财经系的助理教授梁燕萍梁老师 信聪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资深的财经记者徐启志 信聪好 大家好 我们再欢迎宝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梁国元梁院长 信聪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其实除了澳洲升息一码之外 台英在昨天也确定要提高固定利率 提高从不管是0.15到0.18 但是在机动利率的部分 就是调降0.55这一个部分 究竟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固定利率 要跟着升息 是不是台湾的所谓的低利率政策 也正式宣告终结 或者是台湾有其他的考量 而澳洲的升息又是否代表着 全世界复苏的警讯 这个讯息已经确定 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报道 零利率时代就快结束了吗 央行先前调降7次利率 使得现在已经等于是零利率 为了吸引定存客户回流 台湾银行决定要率先调整存款利率 固定利率调升0.115%到0.18% 机动利率调降0.055%到0.095% 调整后一年期机动利率与固定利率的利差 由0.315%缩短到0.115% 大型存款户的利息所得将会受到影响 台银这次的调整主要还是为了吸引固定存款户回流 学者认为台银的动作除了是可以降低银行的资金成本 也等于是宣告降息时代的结束 宣告降息结束的讯息不止在国内出现 在国际上澳洲也宣布要升息一马 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20国集团中率先升息的国家 金融界认为这是宣告经济衰退结束的讯息 不过其他各国央行目前并没有跟进的打算 就怕贸然升息踏扁了刚冒出来的景气嫩牙 请教你是不是澳洲的这个动作 跟台湾银行的这个动作代表所谓的低利率时代 正是终结慢慢的所有国家的利率 就开始要往上趴胜 对 起码从澳洲跟台湾这几个动作来看 大概利率我们看到这一年来的利率 其实都非常的低 包括美国 包括我们台湾 其实现在利率水准在银行定存在0.7左右 它已经到了很低的水准 要不然除非是到零 那我们看到其实目前为止 这个动作会产生是来自于澳洲 其实澳洲今年的货币大幅度的回升 而且他也很希望 包括他的矿源或采矿 他很希望澳洲是很需要外面的投资者 来进入来投资 所以他也大幅度调高利率水准 小幅度调高利率 那对台湾来说 我们其实看得到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最快的情况 应该已经很可以确定过去了 除了从这个资金面 当然我们看到所谓产业的这个灯号 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货币的主要的这个灯号的回升分数 是在这种所谓的金融方面 包括股市或者是M1V这方面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在产业的回升上 它已经复苏了 我们看到包括这些NV大厂 这些笔记型电脑大厂 都说我们的第四季订单比第三季强劲 包括金元代工这产业都都回升了 所以在整体情况下 我们知道现在目前的条件 由于这资金宽松 造成很多腐烂的所谓货币现象 包括这种泡沫现象 大家其实以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它也很不希望说 把利率一直压在很多很低的水准 包括台湾也一样 这样的情况让很多泡沫现象产生 包括我们看到房地产一直在创新高 股票一直在创新高 所以台银它当然台银对我们来说 它有政策性的讯号 台银对很多动作是 央行还没有开始大动作之前 会叫台银先做一些小动作 所以我们看到台银现在开始说 把固定利率调高一点 有点暗示大家说 其实现在银行的利息 存款会慢慢调高 当然这是个小步骤 目前为止可能动作都还不会太大 因为终究是一个 大家从这个急诊室刚出来 也还不是很确定 病情会好到什么程度 还有一些很多人会说 可能第二次的经济摔摔这种说法 所以在整个动作上 可能幅度是小小的来 来观察后续的情况 如果说到了明年第一季 或第二季 景气还是这么强劲的复苏 我想比较大幅度的调升利息 就会来 换句话说 现在台湾大概只是说 从加护病房 也许移转到一般病房 还没有到出院的这个阶段 可是那个梁老师 我要请教你 我们以为台银的这个动作 是跟着澳洲升息 一模一样 就是台湾也要调高利率的 可是好像又不是我们看到 台银调高的是一般固定存款利率 它是调高0.115到0.18这部分 然后存款本金 譬如说100万的话 大概是增加115块 1150块的这个利息 然后一般机动反而是调降 所以说我们来看到 如果一般人比较多的是 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 固定利率从0.77百分点 到0.9百分点 然后机动利率反而是从1.085 调降成为1.005 为什么台银要有这个动作 其实你从那个N1B的数字来讲的话 其实7月8月 其实连续都是占上20以上 其实充分就显示 现在的市场的资金 其实是非常泛滥的 那你从定存转到这个活存上来讲的话 其实资金 变成就是说你股市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真的也是相对的一个高档区 那你资金其实既然你从成交量来看的话 其实这些资金也不尽然 它是有往这个股市里头去走 那如果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来讲的话 其实太多的资金 其实是在这个活存的这个部分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那个泛滥的程度 这个当然对于银行界上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也是会去做一些考量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其实定存的调高跟机动利率的调降 其实我觉得只是在吸引这些泛滥的 这些资金回归到一些 这个定存的一些部分 但是现在重要就是说 银行它会去做这样的动作 当然它也是会期望就是说 景气上来讲 是有慢慢一些复述的一个倾向 如果你景气并不是很好的话 其实你企业的放贷出 如果贷不出去的话 其实它调高了它自己的 这个资金成本的压力 其实对银行的利差收入 它也不尽然会是一件好事 所以可以肯定的就是说 至少台银 它这样的动作来讲的话 除了吸引这些泛滥的资金 不要过度泛滥 那不希望说你下一次 N1B的这个数字上来讲 又创了一个新高 这个其实在通膨上来讲的话 其实这是大家会比较担忧的 可是梁老师就是说 当然现在台湾银行 这个动作是很小 而且央行到目前为止 没有说要做什么动作 可是刚刚我们也谈到 所谓的宽松货币政策 就是利率很低的这个政策 会让市面上的资金比较充裕 或者是甚至腐烂